这个真的一定要听他的分享 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慕名而来的自己 找上来这间东西真的是这样好嘛 结果他用了以后就是他身边的人 他感觉到是真的,值得他去付出的 所以我要邀请Uncle Jerry 大家晚上好,我是Jerry Oman 他说我是慕名而来 其实我真正的是我在找健康的食品 因为我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我就在找保健品的情况下 就在YouTube给我看到这家公司 然后看了过后又去Google Search 过后来找到这家公司进来 然后开始的时候是以一个产品为触发点 那么当我在用的过程之中 开始用自己本质 因为我是从事保险的 那么在销售经验这方面就比较充足 在Personal Sales 那么我一开始就走错路了 一直在Personal销售 所以说开始的时候也赚了蛮多钱 所以到最后就是跟做这些 在Jenice大姐大这些的 调整我的思想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商机 那么把它变成一个商机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开始我就下面就开始可以发展出去了 因为我真的进来的时候 开始是不是带着商机进来 到最后因为进来给我发现了另外一个 这个商机是能够完成我的一个理想 因为我在我之前的公司有个理想 已经不能够实现了 因为之前的时候是公司大英寿 我在那家公司做工 到退休的时候也很可观的 然后孩子的交易 如果是说任何孩子能够出退 国外的情况下的时候都不成问题 那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所以说我也鼓励我孩子 你们尽量的读好你们的书 教育费用这边不成问题 那么一到经济风波情况之下 我这间公司完全的承诺 它虽然是没有担保 承诺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我也这一个 希望我也没有了 当我进来的时候看到这家公司里面 还有看到我们这边也有些单亲的 他要把孩子送去国外的 也不能跟我的心情同样是一样情况下 我看到他们已经短短的时间里 完成了他们的心愿 所以说让我看到这一个希望 又再重新的燃烧在我 给我一个孩子有一个选择 最起码他处与不处 最起码我比较相信中有机会 再来给这个机会他们 所以说至于说我在这边 我得到什么 就是我开始的时候 刚才的时候讲的 开始就在以个人销售 我很短的时间 我做了一个香港的一个 三周年纪念 全球的三周年纪念 然后我不只是做到 我还拿了一个五百块的美金 我的机票才八百多块罢了 还有 pocket money 还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更加强 我自己感觉到 这个是真正的 这个是很不错的公司 有的玩 然后我之前的那家公司 我也玩了蛮多的 好多的国家 我以为这一生之中 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 再出国了 你知道这个机会来的 这次时候 给我一个理想 能够完成 我很相信的 然后已经踏进了这家公司 第一个月我就完成了 我去香港那个旅游免费 加上五百块美金 然后过后在公司的 另外一个刚才所看的 这一个米兰的 我不只是做了一张票 我甚至连我太太的一张票 我做了两张票 所以说我就赞现了 然后目前我也是透过 两个多月过后 我变成 把它变成商机的情况下 现在我已经走出了 差不多我的团队里面 三百多个已经去到了四个国家 所以说我是借着这个机会 鼓励大家如果还没有进来的 真正的好好地来研究一下 然后进来加进我们这间公司 可以完成我们的理想 没有完成的 可以在这边找得到 谢谢